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小就体质弱 却梦想着成为一名武林高手 少年时不便离家学习武术 18岁那年 我和许多怀有绿色梦想的年轻人一样 踏进了警营这边热土 因为有武术的功底 所以心灭炼石 勤拿格斗都没问题 可是体能和射击方面就差劲了 想要赶超别人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蹦鸟先飞 从一个在家里 七个不服 八个不服的小青年 到一名武警战士 再到担任代理排长 我感觉到自己在成长 曾经的一次实战演习对我触动很大 大姨的我在侦察任务刚开始就被击毙 从那时 我就意识到 军人一定要用心去训练 只有平时严格要求 实战 才能万无一失 有人说 我是一名老兵了 但我总感觉自己还很年轻 要学的东西 要做的事情 还很多 我已经习惯了部队每天的生活 感觉这就是我的人生 若五十三年 我悟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当好普通一兵 就是为国尽忠 就是对父母最好的回报 我就是普通一兵 潘济南 作为反恐作战牌代理排长 潘济南每天要负责三个班的日常训练工作 从楼房盘登到四百米障碍 从各种战术到实弹射击 他总是示范在线 与战士们摸爬滚打在一起 一天下来衣服不知被汗水浸湿了多少次 不少战士并不知道 就是这样一名钢铁硬汉 当初却因为体质差 早早出血 小的时候学习不是特别好 很调皮 然后体质比较弱 主要是体质比较弱 1983年 潘济南出生在邯郸市肥香县 一个偏僻的小村庄 由于从小体弱多病 小学三年级就被父母送进了县文体武术学校 开始习武 18岁那年 带着父母的殷切期望和多年研究的武术功底 潘济南应征入伍 当然每个孩子小时候对这个军人都有好感 其实当时的想法也比较简单 但父母可能记得挺大的希望 但家里可能练过武术 占一定的优势 所以就过来这个武警部队 入伍前 潘济南的兴趣是爱看时尚杂志和演唱会光碟 爱关注明星 秦冰连听到的一次宣讲 让他树立了自己的信念 他们是讲这个部队一些这个成功的士官啊 一些这个领导啊 讲他们自己的事迹 那个事对我印象挺深的 然后说这个在部队通过自己的努力 很多气点都不高 后来以后都成才了 然后我就想学着他们试试试试 凭借着自己的武术基础 潘济南在刚开始的训练中优势凸显 这不禁让他沉沉思细 可是新冰连的一次摸底考核 潘济南就再也高兴不起来了 感觉考得就不太好 尤其是体能和这个射击这方面 然后感觉还有不少差距 体能和射击方面与别人的差距 让潘济南心里很难受 接到父母亲的来信就偷偷流泪 等冷静下来后 他下定决心 奔尿先飞 早上五公里越野 他一定比别人早起 先跑一个五公里 等别人出来以后再跟着跑 目装托举 他一口气要比别人多做上几十次 举腔练习 战友们休息活动时 潘济南仍然继续咬牙坚持 一段时间后潘济南看到了明显的效果 一开始过来跑二十三四分钟 后来练练练练练 跑了快的时候 能跑十七八分钟 这体高就很大 然后自己也特别高兴 还取了点成绩了 感觉没白受苦 然后接着练 在新冰连结束的考核中 潘济南各个科目都是优秀 他被分配到了现在所在的机动中队 环恐作战牌 这时潘济南才发现 自己到了一个崭新的时机 这个潘济南在新冰连就没见过 听说过 下连以后看那些老同志 爬楼啊 怎么突入进去啊 就是开了眼界 特战队员们过硬的军事素质 让潘济南大开眼界 而在机动中队几乎垫底的成绩 更是让他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原来就是新冰连学的那点东西 到了这个 给这个特战队员们跟他们要比 差的还很多很多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一个标准 在这个真打实摔的硬喊世界里 潘济南意识到 自己打得花哨好看的琴蹄拳 只是浅薄的水秀功夫 想练到跟老兵们那样的程度 必须一点点积累 他开始一点点的提高刺激 一旦跟班长说 我说班长给家家小苍 到了周末呀 或者有的时候课间的时候下了课 有一些不懂的动作 那动作上呢 我跟他请一下 他就教我 对于进步幅度比较慢的体能训练 潘济南也找到了自己的土办法 五公里越野 他向老兵借了一个沙袋背心 穿在自己身上 楼坊盘登 他把两个沙绑腿套在迷惨服中 坚持练习 仰卧起坐 他总要比老兵们多坐上一两百个 没过几天超负荷的高强度训练 让刚下连的潘济南有些吃不消了 身体的不适是他一度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确实 忧郁的时候 纠结的时候 不想练了 疼都受不了了 练了以后 早上起来 翻不过来 找个战友说 哎 你把我翻过来 把我翻过来 动不了了 那个腹肌起不来了就 腹肌就不能笑 就硬了 僵了 胳膊也是硬的 上特别纠结的时候 也自己掉在那儿 摸在那儿 哎呀 哭 哭完以后 洗发脸 让别人知道 哭过之后 潘济南想起了自己给父母的承诺 为了年底能把大红花和细胞寄回家 潘济南继续咬牙 选择了坚持 习武少年变身反恐战士 一身伤痛 他如何坚持 从普通士兵到大陵排长 面临挑战 他能否胜任 军女人生正在为您播出 潘济南功夫小子的士兵突击 刚下连的时候 潘济南想法很简单 就是尽快得到战友和领导的认可 年底呢 能给父母寄个喜报回去 可是随着训练成绩越来越好 他开始感到了不满足 2003年 晋升士官的潘济南被连队提拔为班长 长这么大 第一次当官 当时的他不仅有些飘飘然 可新鲜劲还没过 困难却找上了他 一年的超强度练习 让潘济南在童年兵中脱颖而出 他在改选士官后被提为班长 开始教授学院 刚开始感觉当好班长挺简单的 挺高兴 当官了 然后自己有一个桌子 那么大几个人就听你指挥了 就当完班长了 很快潘济南就发现 当好班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个年轻的班长不仅要面对老兵和学员的质疑 还要从零基础开始学习管理 这让他伤透了脑筋 一开始有那么一两个 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啊 在生活当中啊 然后你说这个是 我们今天这么弄 他说你这个弄不合适 你今天那么弄 就这样 后来就好几个都这样 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班长怎么当了就 潘济南参加部队组织的班长骨干集训 下来撰写心得体会 向有经验的老班长请求实际带应的方法 并多次找战士沟通谈心 慢慢的他摸到了门道 把事要做公平了 你要就是把这个班带团结了 你得想着每一个人 就是他们自己的事 每一个人的事 你都要考虑到 都要照顾到 然后大家就是说 从心里面就服了你 2007年7月 由于各项素质过瘾 潘济南担任了几种中队代理排长 兴奋过后 他又感到了莫名的压力和失落 因为他发现自己这时候连话都不会讲来 那时候往他们前面一站 脸红 心里面咚咚咚咚咚咚 跳 然后每次开会之前我都想 这就是时间工作 自己琢磨琢磨琢磨 然后从纸上大概得写一写 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 我就先念 要不然这几天早上以后 一晚上不该背 开会讲话在哪里可以快点说 哪里需要慢点说 潘济南都会在开会前反复练习 可这因免不了忘词的情况出现 一开会 战士有个问题要问一下 或者说 说到哪个字背忘了 就是死鸡精背了 背忘一个字就马上说什么了 然后大家都愣了 我也愣了 然后整得很尴尬那个时候 为了不再出现类似的场面 业余时间 潘济南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他找来了许多关于如何管理带兵的书籍 在灯下一看就是半修 训练场上 他为了克服紧张的情绪 说话时尽量提高自己的音量 训练之余 他还主动找战士谈心 慢慢的潘济南和战士们打争了一片 以往紧张的情绪随之消失 此时他对自己的工作也越来越有信心 经过两年的摸爬滚打 潘济南带领的这个牌成为中队中处突能力最强的牌 2009年 潘济南要带他的战士们参加国家长城六号反空演习 然而演习正式开始前 一起连队的预演就给潘济南来了个措手不及 到那以后进去以后按照方案 然后把人质解救了以后就可以了 然后结果刚进大门口 刚进大门口 咚响了一声 也呛响了 然后我就蒙了 我怎么会呛响啊 这一声呛响过后 潘济南好一阵子也没有缓过身来 过来一个裁判 那个谁你 嗯 你被击毙了 然后把你这个东西摘下来 拿着帽子去里边喝水去吧 有矿泉水 还有绿豆汤 哎呦 我就蒙了 模拟训练结束后 潘济南一晚上几乎没有合眼 白天的场景一直在脑海中闪现 初中特别大 从来没有被击毙过 从来没有 就是那一次 第二天反恐演习正式开始 被昨天击毙事件刺激的潘济南 主动接受了一项艰难的任务 就是带领侦察组 利用反恐装备 确定出恐怖分子的人数 位置 以及人质的显示状况 在常规方法均以失败搞中的情况下 他大胆的提出从五楼顶快速下滑至三楼 到滑进行隐蔽观察监测的设想 我还是挺有信心的 感觉要多付出多练 应该还是可行的 因为当时可行的方法不多 这个可能是最值得试的办法 十五米的高空 就一根绳索保密 没抓紧就等于是在跳楼 在既无理论可询 也无实践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 潘济南唯有苦练 此时 距离正式演练 只有两天时间 潘济南衣服磨破了两身 手掌满是滑开的口子 腿上被撞在轻一块 刺一块 头科在墙上 挤了几个大包 那个绳子和普通训练的楼不一样 都是四川 而且特别滑 有的是滑不好 然后动动动就碰几下 两天不间断的练习 最终他把这个高危动手科目拿下 为成功击毙恐怖分子 解救人质 摸索图了一套 切实可行的方法 所以这个事成功以后 特别高兴 然后我心里边感觉 真好真好真好 特别高兴 再哭泪 这都无所谓的事 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是警戒持枪的姿势 一个呢 是这个背向握倒的动作要领 这两个动作要领 大家听了没有 加油 长城六号反恐演戏虽然已经过去了 但这次实战的经历使潘济南深有感悟 只有平时训练过的赢 战时才能打的赢 从那以后 训练场上的潘济南 对战术动作不规范的战士 总是很不客气 许多战士看到他就发怵 可是在生活中 大家却又都喜欢跟他在一起 可以用一个严格的舞教头来这样称呼他 说话特别逗 平时领着我们做游戏 这么大人来 领着我们玩老运做小鸡来 岁数比我们都大 然后我们说 有时候叫他潘大哥 他说以后不要叫潘大哥 叫哥 因为我还很年轻 训练之余 潘济南喜欢练书法 打太极 对于他平时练习场上 动若脱脱的形象很不相同 他说这是他对专注力的一个锻炼 入五十三年 潘济南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荣誉 一张张证书见证了他在困境中成长 在失去中成熟的过程 这一切是他人生中谁也拿不走的一笔财富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 那就是放弃的路 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 那就是成长的路 入五十三年 潘济南仍然只是一名战士 按他的说法虽然有过两次提干的机会 却因为自己的努力不够 没有达到体干的标准 到2017年他这个四级警市长 要想继续留在部队 就需要重新申请讨核 虽然能在作战部队成长为三级警市长的人数极少 但他说自己会一直努力下去 既然通过努力 自己能够从一个体弱多病的功夫小子 成为所在连队的反恐精英 那么只要继续努力 自己也一定能够成为那极少数人中的医院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手术分歧巨大 患者命选一线 他能否排除万难 多次并未通知 患者急于放弃 他如何力挽狂澜 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张晓东为了我的战友兄弟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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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